台湾的农鱼村 有着敬意的田园风光 翁郁翠绿的林木 还有与天连线的海景沙滩 在这些地方 更有一群既能合除晒网 也能设宴摆拙的婆婆妈妈们 她们通称为甜妈妈 甜妈妈懂得家乡的美 珍惜并用心守护着家乡的一切 并且迫不及待地 要把故乡的好 透过料理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为了发展农鱼业休闲旅游 增加农鱼村就业机会 及活络农鱼村经济 自西园2001年开始 以地方料理为计划主轴 辅导组织各地农鱼村家政班妇女 设立甜妈妈班 狐狸她们应用对当地食材熟悉 及料理专才 以地产地销 低食物里程 与环保乐活 健康养生的概念 结合产销班及相关资源 开创其副业 并透过食品卫生 营养 加工 行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指导 改善产品呈现方式及包装 运用团队经营的力量 发展共同品牌 甜妈妈品牌 以田园料理 及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 米面食餐点为主轴 开发各种可口健康 且具地方特色的地方美食 田园料理类包括中西式料理 便当 外汇 餐汇等 农鱼产加工类包括 农鱼产加工品 烟酿制品 米面食加工产品 烘焙产品等 我们之前就是加入农会加正班 然后我们是一群农村妇女 然后我们也有厨师证照 合乎她的条件 所以说我们也有这个场地 然后我们就申请这个甜妈妈 农委会辅导我们这些甜妈妈 有第二专长 训练我们去上课 去学习那个加工 然后我们就搭聚合在一起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而且又有收入 大家都很棒 甜妈妈跟餐厅名厨不同的地方 在于保留农鱼村的传统口味 与热情外 随手拈来 将当地食材融入料理之中 发享每一道创意料理背后 对守护所生长的土地 环境与社区的特殊感情 与点滴心情 苗栗大湖地区 云野居一的甜妈妈 以当地盛产的姜母为主轴 创意料理包括了香姜鸡 姜姜姜咕咕鸡锅 姜汁壮奶等 云朵起飞 则是农忙时期 用来守护孩子成长的心意 班长彭丽珍说 曾有人建议她 到都会开餐厅 但父母留下来的土地 目前就是她的大冰箱 会舍不得 守护着这方土地 不但心里觉得踏实 所有的奋斗也都有了意义 以茶和竹笋为名的 阿里山奋起湖田妈妈 以当地山葵 较高笋 茶叶为料理主轴 刚从屋旁土坡拔下来 还挂着露珠的阿里山特产新鲜山葵 点出豆腐香 新鲜玉竹良笋 最能品出较高笋本来的甘甜 茶香名牌 曾赢得特色料理小吃金牌奖 以养殖鱼捞业为主的 澎湖地区田妈妈 结合鱼业养殖 潮汐体验 及度假民宿 提供最新鲜肥美的鱼鲜料理 以及海洋牧场体验一日渔夫活动 今天的晚餐就是这一条鱼咯 班长吴佩珍说 在船上没有退路 如不能守护海洋资源 未来的渔村恐怕只能品尝 海水煮石头汤了 因应地区文化的不同 还有原住民美食 客家餐 传统农鱼村小吃等 多样而丰富 每道料理的背后 都承载着当地的故事 农委会所推的生产履历过程中 我们开始领约到了 如果把这个食材 透过田妈妈的料理 能够让每一道菜 讲得出它的故事 它是如何采收 它是如何烹调 它是如何透过它的创意巧思 然后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那一端 一盘盘的好料理 这些的故事也许就建构了一个 所谓的餐桌履历 未来田妈妈的辅导 将会在我们的方向前进 田妈妈的料理还有一个共同特色 那就是以三滴一高为料理的指导原则 所谓三滴一高 也就是低油、低盐、低糖、高纤维 现代人对健康非常的重视 饮食习惯也跟着改变 在追求美食享受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兼顾低卡健康 而田妈妈运用在地最新鲜的食材烹调 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就能让人大快朵頤享受美味 却不用担心对身体带来负担 尤其是在做餐饮里面 最怕就是在卫生上面的一些 让给消费者吃了之后 吃坏肚子也是会造成我们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困扰 但是目前对我们田妈妈 说实在的大部分都会有 混流这一种卫生概念 已经都非常多的进步出来 已经都很达到很我们都要的理想 农委会辅导推动农渔村家政班妇女 成立田妈妈品牌之后 为了帮助他们提升烹调技术 加工产品的精致化与专业度 以及班员们的经营管理能力 特别依据各班不同需求 每年由台湾省农会 各区农业改良厂 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等单位 办理专业训练 分区培育研习 料理竞赛 协助产品送宴 辅导改善包装 食品营养标识 及参加美食展等等 除了聘请专业主厨 加工业界先进及业界食物专家 协助讲授相关知识及技能外 也接受现场教授烹调技术 盘式设计 环境改善 经营管理 动线规划 账务管理等专业技能辅导咨询 在我们田妈妈的一个范围里面 虽然他们没有那么专业的一个服务的理念 那么专业的一个喷调的技巧 甚至不是那么的纯熟 但是他们却有的非常非常真诚的一颗心 那么用最新鲜的食材 最在地特色的一个喷调方法 来将料理的一个呈现 那有的是妈妈的爱心 有的是在地的风味跟特色 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我在辅导田妈妈的过程里面 感受到最大的一个魅力 就是田妈妈的这些呢 妈妈他们所做出来的料理 他们经营的餐厅 他们做出来的这些美食 其实呢 除了跟我们一般 我们市场通路上面做出来的食物 一样要求要卫生可口之外 其实它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叫做魅力 那这个魅力呢 是需要人文去慢慢去把它捕捉 堆积起来的 那也是我在这边呢 辅导他们 我自己觉得我相对收获也很大 田妈妈总是把握 不可多得的交流盛会 不管是区域型不同主题的 田妈妈料理竞赛 展授会 还是全国性的竞赛 产品发表会等等 总是全力以赴 其中不乏年轻的第二代 与超过70岁的年长者 共同参与的温馨画面 2006至2010年 参与台湾美食展 田妈妈所研发的特色田园料理 及各种可口的手工点心 更是大放异彩 受到参观民众高度的肯定 这些原本只为家庭 或是自家农地忙碌 甚至没有收入的农村妇女们 在加入田妈妈后 不但收入增加 生活也丰富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生活 因此有了互相支持力量 及不同的意义和成就 连他们的家人 也看到了他们的改变 有些田妈妈的家人 还主动加入田妈妈 和他们一起打拼 对国改变最大的 是我们更懂得利用在地的食材 然后提供给客人最原味的东西 其实它的改变 我们都跟电影的改变 我们自己都看在眼里 我们就觉得说 可能变得比较有人知道 我们就比较 像之前那么没有经验这样子 对啊 就感觉 比较能会善用自己身边的职员这样子 你好 欢迎光临 请进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田妈妈 及品尝添加幸福的田妈妈美食 农渔村美味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特别成立田妈妈妈专属网站 让民众出游时 无论走到哪儿 玩到哪儿 都能查询 为农渔村旅游 留下美好的体验与回忆 所以如果你想 感受到新的 和真正的享受 我非常推荐 你观看这些田妈妈的餐厅 你会像家庭 实际上是家庭 食物比较多好 那些东西都可以吃到 因为你会吃的东西 都在地上的食物 都在地上的食物 也可能是草莓 所以这些人都在全面 这是一个赢赢的状态 田妈妈赞 田妈妈商标设计 以壮丝台湾地图的含苞带放花蕊 作为商标主体 台湾形状代表具备地方特色的本土 及传统特质 同时也象征孕育这方土地生命的大地之母 向上伸展以露出花瓣的花蕊 则具备台湾女性坚强却优美含蓄的特质 上方十字小花是精致的象征 搭配手机体毛笔子的标准字 更有展现清和力、活泼视觉的味道 不同层次的草绿色和橙黄色 则分别象征农产田园及隐藏者的坚韧力量 田妈妈不是名厨 不用高超华丽的排场 只是以关怀家乡与疼习家人的单纯与用心 以及与好朋友分享的热情 配合着节气 随着当地季节食材生产的节奏 烹调拿手的私房菜肴和点心 来到田妈妈班不一定有菜单 但品尝到的不仅是食物本身 还有美食背后台湾农鱼村不同的田妈妈故事 以及幸福田园滋味 田妈妈欢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